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的决定我损失了几十万 为什么你要一直束缚我 什么时候才能认可我 我跟着你这么多年 我是最了解你的 你总是想着扩大 实现了 你却总是让我替你收拾烂摊子 我们二十几年的夫妻感情 最终却比不过你的姐弟心 我不想把家里的一切 安心交给你 让你毁掉这一切 有请巨队嘉宾有请 王先生45岁来自吉林厨师 薛女士40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 有请 主持人好 嘉宾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 欢迎两位 两位是个什么关系 两口子 夫妻关系 但是我们在政上是显示是离异的 但是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复婚呢 感觉过了这么多年了 也没有必要了 不是 你们离婚离了多久 离婚证上是 十多年了吧 十多年 所以他们俩是前夫前妻 十几年同居在一起的关系 一定要把这个界定清楚 有没有孩子 有 是不是都生活在一起 是的 找个时间把结婚证补上 说说吧 今天为什么来 我现在吧 就是我们俩结婚 一直进一个小夫妻店 饭店 本身我是初师嘛 他当服务员 这两年关本了 现在我感觉到时候了 对吧 公开 我也选好纸了 选二楼 店面大点能接婚庆那种的 挺好啊 完了投资在预算下35万左右吧 回家 往这要钱去了 一分不给我拿 后来放啥口话了 你要想干这店 有我没店 有店没我 你说我先走吧 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 认为他就是一个心特别大的人 他特别爱喝酒 喝完酒就无事 就是我俩结婚这么多年 没干过别的 就是一直开个小饭店 他是厨师 我是服务员 他只干他范围之内 就是炒个菜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服务员就不一样了 我就要插桌子扫地 点菜 刷碗 这些活 切菜 这些活都是我的 辛苦 就像我们中午 都有个小饭口嘛 特别忙的时候 他哪怕就光光光 正在炒菜呢 他这电话就会响了 他接起电话 哥们那头说 哎呀 哥们能不能出来喝点啊 他就是不会想说 把这个店扔下来会怎么样 会不会说 想到我能不能干得过来 或者是再来客人怎么样 啪把大勺往那一放 走人了 说了一嘴 媳妇啊 快点把这个菜炒完了 我哥们叫我喝酒呢 等我缓过 还没等缓过神了呢 人儿撩了 没了 你说我多忙啊 那再来客人咋办 全是我一个人忙 我又要招待 又要炒菜 又要招待 又要炒菜 那是给我忙的 满头大 那您叫光杆司令 经常这么干 经常这么干 他是中午出去的吧 这个事中午出去的 到晚上回来了 他还得把中午喝酒的 我这些哥们给带回来 觉得喝酒了 欠人家的 来到我这小店喝点 进屋也是 媳妇啊 快咱家来客人了 给炒点菜 人家点的是好菜啊 好酒好菜 点着 我给您炒完了 上去了 上完一哥们其实挺讲究的 哥们完事说的 叫我 嫂子买单吧 他讲一句 不行不行啊 这单能买吗 这是咱自己家店 那能买吗 快走快走 就这样 他这随口几句话 就是好几大百 没了 那不也是为了 咱家的维护客户吗 是不是啊 都是好朋友 不是 后来那些 好朋友来了 给钱吗 人家给带来老多客户了 就是回头客 别带来老多流量了 带来流量了 这词您都会 哎呀 厉害 那我支持您不能投啊 这钱就不能投啊 我我一定不能投 对啊 那你给他 不就累死你自己吗 对啊 你说他就是爱喝酒 然后他这哥们走了之后 我旁边还有一桌啊 他一看旁边哥们在喝酒 过来了说 哎呀 感谢哥们捧场啊 拿了一个啤酒 拿了个酒杯 就去敬酒着 去敬酒去了 这种感觉挺好啊 但是你敬完一杯 你就回来呗 坐到那儿人那儿了 喝了五六瓶 人家里那桌 本来就点了两个小菜 不值几个钱 你说你坐那喝五六瓶 这账算谁的 你说你算人家的 人家心里舒服吗 你算咱们的 你说你这一天 是不是又白干了 他就是经常 就是干这种事 太多事太多事了 那不是咱们为了跟 那个顾客沟通感情吗 是不是 要咱家店 为啥能这么火 是不是 都来捧场了吗 不是 咱们热情呗 我还记得 就是一个很小的事啊 一座客人来我家了 点了一盘香料丝 我在这边也切完了 我所有的菜都改刀完了 我准备炒这个菜 哎 这时候 他出了我家回来了 回来了就进屋去 哎呀 媳妇来我炒这个菜 我当时就是咋呢 看他喝得过了 已经不能炒这个菜了 我说你进屋睡觉啊 不用你炒了 我来吧 哎 不行 我是厨师啊 他这个时候 他承认他是厨师了 我说你别炒了 他就非要炒这个菜 哎呀 结果是我这一盘香料丝的量 炒上去之后啊 他那手脚也不好使了 就把我这一盘香料丝 给我撅满灶台都是 一出勺 就剩不大一个小心了 我当时就说 我说老公啊 这香料丝上不了 因为菜量不够 你端上去客人也会不满意的 他当时眼睛一愣说 上 我这只要是跟他降的情况下 我俩肯定会发生冲突 我就端上去吧 我就轻轻跟大哥说了 端上去 我说大哥 你看这盘香料丝啊 菜量也不够 咱算免费的啊 咱不收你钱 这买卖做的 啊 是不挺好 他听着了 你说吧 那个菜咱都炒了 他一个人够吃就行了呗 你咱咋管收半家不也行吗 那不能收免就给免了呀 你那菜量给人家不够 你咋管人家要钱 你说还有一次 也是炒完菜了 就是我乐点点给客人上去了 后来不一会儿喊我 说服务员啊 我就过来 我说大哥有什么事 大哥说的 怎么样 你家换出师了吗 我说没有啊 还是我家那人炒的呀 那菜怎么变咸了 我说他就为你端回家 挑一挑 大哥挺好说话的 大哥说 不用 那倒不用 我就是说 我以为你家换出师了 他过去了 他又听见了 过这事 大摆走过去了 啪啪桌 往桌上一排 咋的呀 能不能吃 不能吃厨家 你说什么态度啊 就是喝多了是吧 对 喝多了 就是这个态度 我每天都是这么炒菜的 放那些盐 他这点咋的 特别磨叽啊 就鸡蛋挑骨子 那中口难挑 炒哪个菜都放那些盐 他今天就吃就咸了 这种客人嘛 咱有他五八没在四十 你看看他说这话 他有把朋友带家喝酒去 人家那哥们吧 说点 大哥我喝不了了 我要回去 不要人家回去 你看这一大下午的 你回这么早干啥 咱们再喝点 人家哥们挺讲究 坐着啊 陪他喝两瓶 人家实在喝不下去了 说我咋的 我也得回家了 我不能再喝了 然后给他媳妇打电话 说点那个 媳妇啊 我在大哥家喝酒去 你过来接我一趟 那你爷爷的媳妇 听见你自己老公喝多了 肯定过来接啊 他那个朋友 媳妇吧 长得也特别漂亮 来到我家之后 小门一推 这他眼睛 瞅人直了 这脚上去 哎呦 又拉又拽的 非得拽着 人家的媳妇 坐他边上 坐那儿了 人家哥们也没说啥 然后说啥 说他哥们 哎 你不是要回家吗 你咋不走了呢 去吧你走吧 把你媳妇留着吧 说着说着 拽人家媳妇就往我家卧室留 人家的朋友 久劲就上来了 你说你这是干啥玩的啊 你对我媳妇又搂又抱的 然后还往卧室里头拽 人家当时就急眼了 当时说的 你是不是有点跟我装啊 是不是装大了 我给你脸了 你信不信 我让你那小店开不成 我一听到这个事 我就害怕了 我当时是又给人点头 又给人哈 又给人道歉 我害怕呀 要万一你说把我这小店 给我砸黄了 我靠啥出钱呢 我这给人道歉 我赔了人比钱 你是不是我给你收的烂摊子 你说你就是虎吗 啥事不跟我商量呢 你怕他啥呀 我认识他多少年了 偷摸不到给你多少钱 这事你真干了 这不喝多了吗 朋友之间开个玩笑 闹个玩 那也不算啥事呗 他 你不算啥事 你朋友为啥急眼呢 现在啥样 你跟朋友 连朋友都做不成吧 微信没有 电话没有 是不是联系不上了吗 不是 你是 能说得好听的呀你呀 那我喝酒 出去我的好事 你咋不说说呢 对 有好事啊 我今天说说的好事 特别好喝呀 我出去喝酒是啥 我出去喝酒是为了 维护咱家客户 是不是啊 维护老顾客 沟通感情 再一个 我那年跟我刘大哥 出去聚餐喝酒去 是不是喝出那个商机来了 我刘大哥 他有个闲闲的场地 那个养殖场 那天跟我唠嗑吗 猪肉就是最低谷那年 我哥说的 说的咱俩一家 投个十多八块钱 今年年底 猪肉上肯定要涨 完了我也天天买菜 我也指到这个价儿啊 我也感觉到了 这个肯定是个商机 回家跟他商量了 我说刘哥说的 咱俩一家投十五万 养猪今天肯定能挣钱 我也看好了 说啥也不同意 说家乘万块带毛不算 你想万点怎么明白 你还要养猪去 就是不拿着钱 后来没办法 自己出去借了 借了十五万 投进猪场了 猪崽子也抓回来 养上了 一个月后值得了 因为啥 因为你那哥们不靠谱 我压根就不相信他 天天过来桌 一块让他撒上吊 必须把这钱要回来 不投了 实在我没办法了 我给我哥打电话了 我说六哥啊 那个我媳妇不同意 我整这个养殖场 本来我这个钱 有时候借的 他不同意 曾在给我干账 你看我哥讲不讲 说那没事 那个这个猪场 我自己也干得了 给你十万转回去吧 这么多拿回来了 到年底 猪一直往上涨 到年底那笔猪出栏了 挣了八十多万 他这一化我四十多万 我都不想说那这事 我也不演戏那些事 我就觉得我开这小店挺好的 我觉得挺省心的 你不是处处阻拦我吗 你讲义气 都成讲义气了 我再跟你说说 他讲义气这个事 我家有两个电动车 跟朋友出去喝酒去 打应了 说你媳妇坐在那时候 哎呀我上班啊 你说天天走路挺费劲的 叫有电动车有多好 他一听说 我家有啊 给你一个 给就给了吧 回来我也没说啥 又过了一个礼拜 除夕又喝酒去了 前面那个大爷说 也没有电动车 把这个电动车又给你了 你知道这个电动车 对于我来说吧 很重要 因为我这人嘛 我不会开车 我平时吧 就靠这个小电动车 就说饭店缺个这个 缺个那个 我其他跑得坏嘛 都给了 我说你不能把这个电动车 给你了 我当时挺生气的 那不被给外人吗 人家都以前帮过咱们吗 是不是啊 不是帮不帮我 假如咱家有闲制品 你就可以给他 你给他第一个 我不没说啥吗 你为啥 这个第二个 这个我每天都骑着 你还要去给他呢 我骑啥 我现在就剩台破自行车了 给 不用再买个就完事了 你说话说得可简单了 爱随大话 还有一次啊 我跟你说 就是在那个 坐着酒局上喝酒 大概有十来个人嘛 都是他哥们 我还有一个弟弟 我父母都没有了 然后我一个三十岁的弟弟 他每天就是跟我们 在一起生活 因为他没生家嘛 我是当姐姐的 他就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然后坐到那儿啊 就说了 小舅子 你放心 你有姐夫呢 你将来你要是娶媳妇了 你房啊 车啊 都把我姐身上了 那当时给我老爹乐的呀 心思啊 心想啊 这回我有我姐夫管了啊 说过一个来月 没有信的 我弟弟过来找我了 说姐 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姐夫说 要给我买车的事 我说知道啊 那我姐夫 咋没有动作呢呢 我说那他也能给你买吧 他说姐 我是这么想的 我把我现在每天 你说送外卖 也这么多少钱 还挺辛苦的 我心思我姐夫 也答应给我买个车了 他还是能给我买个车的话 我要是开个弟弟 好像能送外卖请 其实我这一想 我弟弟说这个 确实也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弟弟吧 送外卖 挣不多少钱的情况下 他还是送得完 太危险了 他每天不回来的时候 我都睡不着觉 不是 您别绕了 那么一大圈 您说您做了什么 我就是说 他对现在给我弟弟买车嘛 然后我就完成 他那个承诺了 我拿出15万 把这个车 给我弟弟买了 你说他跟我主持人 跟我商铺子 不商量 钱拿着买了 是不是你自己说 要给人买房买车的 对啊 喝多了忘了吗都 你说你喝多忘了 你为什么答应 别人的事都能办 到我弟弟这不能办了呢 对对 然后买完之后呢 买完地 我弟弟开得确实挺好啊 得呀 确实挺好的 那你说你 我想干个店 30万你不可投 你弟弟说买个车 15万 身手就拿出来 连跟我商量不商量 你这样吗 你不给我拿着30万 投这个店吗 你弟弟这车 买一年多了吧 也快转回来了 你把那15万给我拿回来 我开个15万小店不行吗 有你这么办事的吗 就是我给我弟弟买15万 这我就回来去管他要回来去 给人家的东西还能要回来呀 那你弟弟就是无底洞 三人赖岁了 我工作吃工作住 工作穿 工作喝 完了买车花15万 谁能工作起 谁能工作起 那我弟弟要是将来过好了 还能忘了 你这个当姐夫的吗 你不管怎么说吧 我这个店肯定考察好 不是 您为什么不让他做 因为我不想走完的路 我再走一遍了 因为我太辛苦了 那你们现在做什么买卖呢 我现在我俩打工啊 我俩每月也挣个一万来块钱 我就觉得现在我挺知足的呀 也够花 我手里边还有点存款 是不是 面临现在我孩子已经大了 他找工作也需要用钱 将来我也寻思给孩子 也买个房啥的 是不是 也都挺好 攒点钱 你这些钱都不够了 我不想再投资了 因为现在投资看得不准 你就赔进去啥都没有了 是是是 谁管钱啊 我管钱 钱在我这 那你客观评价一下 这个男人呗 他如果要是能把这喝酒改改 他其实挺完美的 所以这喝酒就改不了啊 因为世上没有完人呢 对不对 我说的对吧 能改 以后我这个店开来 我一定要改 你看看 你说来说去又说到这个店上来 你为啥就要开那个店呢 我还没问完呢 没问完呢 我知道他为什么想开那个店啊 好有个场所跟朋友聚会呗 有面呗呗 对 就是这样 要面 那我我挺好奇的啊 就离婚这么多年 您就没提出来复婚过 提过 我跟他伤了我 为啥没付 他说有一个证本有啥用啊 所以你不害怕他有一天跑了吗 不怕 为啥 我感觉他离不开我 他哪一项他离不开你 我长得帅啊 你太自信了吧 你这 你这真是 上节目前喝了几杯啊 没喝 就是这么自信 但什么都这么自信 没喝啊 没喝 没喝就这样 你要再喝两杯还得了啊 我的天哪 他就因为他的帅 你跟徐 徐总比一下谁帅 你站起来 个子身高就碾压 还帅 对 一米九 怎么着 对吧 他就是个儿高点 哎呀 行 有眼光 所以你看 迷之自信也是有道理的 还想开这个店 必须得开 他说了 有店没他 有他没店 你选吧 因为什么他也说了 我家这个地带存款嘛 孩子也大了 将来要给孩子买到房 肯定也不够 我心里咋 咱们先投资个大点店吧 稳定点 那块我也考察好了 我们周边 心盖老都要居了 就没有一个 能办婚礼中的店 这个职位选好了 店面也看了 你要是不给我拿的话 舍不得拿你这个钱 存着 我行事吧 我家的房子 我也问了 银行能够 我要抵押 能带出60万 那以后你就能啥 媳妇 你给人家到老板娘 你也不用 店也不用你管了 我你给我签个字 我把钱带回来之后 我自己故意干 我自己好好经营 你看我能不能干起来 这位 你看主持人他说的话说的 这个酒劲是不是又上来了 把房子要带出去 咱家就剩这 就剩这点的 你说35万块钱 能开个店 你35万 没准那就是房租吧 你想不想过 后期的费用 人工装修这一块 咱怎么就能够呢 你想不想我家 如果要是赔进去了 你将来连房子都没有了 您那么多朋友 让他们给您凑凑呀 35万那么多朋友 你凑个我3万 他凑个5万的 也不多呀 还得自己媳妇 问答好时 别人 不是 你看你要不要命啊 要钱的时候 朋友都跑了 对吧 对 问媳妇要钱的时候 突然发现在法律上 压根人跟你 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但房子是我的命 房子是你的命 你为什么让她签字呢 我说我俩的 你咋没说明白呢 你许人家去 说的那个媳妇 你俩困钱的 没有啊 那房本是谁的呀 房本是我的 你都OK了呀 离婚十几年了呀 那房子你可以签字啊 没弄明白吧 没弄明白啊 傻吧 那个就是你自己签了字 就能卖了 就能抵押了 跟他没关系了 那不能这么 没有婚前和婚后啊 对没有 没有婚前和婚后 你们已经离了婚了 那我不懂 那我不懂 我现在告诉你啊 你就是 我现在告诉你 你完全不用求他 你就可以把这房子抵押了 对 个人所属 因为没有婚姻法保护啊 对 这次我不用你了 我不用你了 对了 你搞清楚了吧 你压根不用他了 你这六十万 就是你自己搁的 你听明白了吗 你四十多岁人了 你一定要想清楚啊 假如今晚 看这个店 咱们又是排进去 咱连房住都没有了 将来孩子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一上场 我就把这个雪灵的事实告诉你们 让你们没结婚证 让你们同居 对吧 这次有分歧完蛋了吗 那咱俩下 硬得起来吗 就回家复婚登记吧 咱不能复婚 不 咱们复婚也没问题 复婚了房子还是他的婚前财产 对 那你就这么说 现在我管不着他了 那是啊 你怎么管他呢 你是管不着他了 那我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呢 你给我 咱家村库 我头开店就办 这咱楼不养了 坏了吧 坏了吧 你看看 所以啊 其实这段 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有太多的东西 还值得我们学习 有些东西真的值得学习 都那样还有不离不弃的 还有各种 面对生活的风雨 往前走的 应该怎么调整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感谢老师 好吧 我真的不想开这个店 来 谢谢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伯红兄 刚才赵专老师 真的没有吓唬你们 因为 你们是一对 持有离婚证的 自认为的夫妻 你们两个人很显然 对婚姻是不负责任的 刚才赵专老师说的一切 一旦发生 哑口无言 您只能 自厌苦水 我们就即便说 你们两个人 回复到了 复婚的状态 他也不同意你开这个酒店 他最明白 你的不靠谱 我告诉你 我一个亲戚 也是开饭店的 饭店比你大 他的性格和你一模一样 朋友来了不但免单 朋友带来的人 还可以欠单 打白条 结果 难以为继 现在家里还有这么一大白条 收不回来的钱 还有一个核心 先明晰两个人的关系 如果真的 双方认为 我们两个人 应该复婚 那就必须 复婚 然后再去谈 这个酒店的 扩大敬意 愿意做 可以做 但前提 是两个人 要 成为合法 夫妻 这是前提 这是基础 好吗 谢谢吧 红兄 许总 别认为你们 做生意那钱 都是你挣的 错 你是做菜 比它好吃 但你不干啊 你非但不干 你还搞破坏啊 这酒后失态 失礼失德的事 都是你做的 要不是你有一个 闲内入 你的钱啊 早就都赔出去了 你做不了生意 你要认清楚你自己 你只能做一个厨师 前提 还得是 给人打工的厨师 因为你有点敬畏 就是我要是 给人打工 做着做着菜 我走了的话 人开了你 对吗 那钱千万不能投 你以为一个厨子 就能做老板吗 差得太远了 你只知道做菜 那整个店面的运营 迎来送往的那些事 真正怎么会去搞营销 你没他懂 听懂了没有 这位姐姐 这个婚现在先不要付 你要真为了 她那房子复婚 又害你 接下来这半辈子 这个钱断然 不能给她做投资 先分清楚了 谁是谁的 对不对 谁的钱有多少归谁 我们要复婚 是什么条件 你提出来 好吧 就这样 谢谢曲总 严老师 这个前妻啊 这个女士 为什么会这样 对待一个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点赞 jedes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ov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ll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d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One day I'll be yours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I'll be yours again Lov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Lov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eleven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I feel you Owing you I'll beöffent I'll be yours again No if the house I'll be yours again What could you I know I'll be yours again sensible The other one I'll be忘glied I've been broken I know I know I know 真正当过夫妻 共同在把这个店经营好 你们没有夫妻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还想在一起 我觉得两件事情必须做 第一个事情 把结婚证领了 而且是真心实意的 想要去经营好一个家 经营好一个店 去领结婚证 第二个商量好了 能不能共同开店 哪怕从小的开始开 别开大的 就开始开小店 小店经营好了 红红火火再想开大 那才是真的一个开店的思维 所以如果这两件事做好了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 才能真正过好 如果这些都做不好 那不如你们两个 就当前夫前妻吧 谢谢周老师 挺有意思的吧 这法律问题一纠缠 缠出了一堆 腾腾漫漫支支芽芽 刚才也说到了 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 是有好的东西的 离婚那么多年 在情感上 还把彼此当夫妻 很难得 有很多有症的夫妻 可能还在这个情感浓度上 可能还不如你们 第二个 很多年轻人说 我不领那张结婚证怎么着 现在就告诉你 不领结婚证是怎么样的 法律和生活 共同给你抽巴掌 左一巴掌 右一巴掌 这是一堂好课 第三个好 非常有意思 这十几年 没有结婚证的状态下 钱放在一起 得多相信 挣的所有钱交给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还承认 这钱有你的一半 你说这 这得是多么好的一种信任关系 合伙人也就这样了吧 曲总 咱们要碰到这样的合伙人 那就算天下 很好的合伙人了 没有任何的契约 但是承认你的付出 这多厉害 下面就是一个命题 付不付婚 先说 付不付 付不付 付婚 付婚有什么条件吗 没有啥条件 就顶个证就付婚了呗 房子怎么办 房子是我俩的 那就把房本一改呗 好 接下来就咱说合伙人吧 你要做合伙人还不能付婚 那就很简单 多少钱 三十五万 你还不如你老婆 三十五万就是一个租金 后厨得花多少钱 您搞厨师的 你告诉我后厨花多少钱 反正那第二十五万 可就够了 装修 还能承接婚宴的装修 这五万没细算 算哪 你老婆笼共都没八十五万 你三十万怎么开一个两层的酒楼 就你这个合伙人就不过关吗 所以我告诉你 你就是你做老公的料 你不是做合伙人的料 人家不跟你合伙是对的 还在那嘚瑟还要开 开什么开 开什么开 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吗 就是老公别开了 不是老公 钱是我 我告诉你 我让你想明白的 其实特别简单 跟他现在这种关系 损失的就是六十万一套房子钱 也许付了婚 他要真去投那个酒楼 你算你会亏多少钱 我要说的核心就在这儿 所以付不付你们去看 小鹏老师最不喜欢是 他们把感情里面掺杂了其他的因素 对吧 但是这个感情到这一步 就是有其他因素 算不清楚这个账 咋付这个婚 是想同舟共济也好 还是想把船凿沉了 一起复难也好 那是你们夫妻之间自己的事 好吗 那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媳妇 这么多年 你为了咱们的家 孩子 第一次第二 是操了很多心 挨了很多累 也受了很多苦 这些我心里都明白 原来我感觉吧 是懂事少 但是这次我希望你吧 给我是机会 我毕竟也是为了咱给大家孩子 不是你更好的生活吗 这么多年 我想干什么 你一直阻拦我 我希望这一次吧 你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啥 我不想不满足咱们现状了现在 我想多赚点钱 我也答应你以后吧 这个酒我要戒掉 我好好经营这饭店 希望你 那个最后再支持我一次 好不好 这是我真心的 肯定接酒了 好好经营这饭店 如果您是以开酒店为前提 复婚的话 您就别出来了 如果就是为了感情复婚就出来 掺杂任何跟财产有关的 你们俩都别出来 也就是说 今天的复婚是以我们俩相爱为前提 我们出来 但凡任何一个人掺杂了 有对金钱的欲望 就别出来了 因为这个算盘一拨拢 为他复婚不值 说不定付的不是钱 是一身债务 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 来吧 来吧预测一下 这个题真的好有意思 对 但我认为 他们这一对前夫前妻 经过冷静的思考 还是会为了纯粹的复婚 出来的 双出 双出 但是能不能是为纯粹的 未必 肯定会出来 我觉得夫妻俩还是很有感情的 即便双出复婚之后 我觉得很多生活的状态 是需要调整的 双出 出吧 一笔糊涂账 算不清楚 是吧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知道有这个条件一定是一个结果 因为老师们给你分析了一句话 你可能都没仔细听 他已经把你们之间的这个变成了 有酒楼 没我 有我 没有酒楼 他是让你做一个权衡和选择 如果你真爱一个女人 你真的把她放得那么重 她都说了这句话了 你怎么可能还在坚持开那个酒楼 你就告诉我 还没想到什么重要 你是伟大的辉煌事业重要啊 还是一个十几年相守的女人重要 你这都想不清楚 糊涂啊 谢谢您请回吧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相伴13年 你漠视掉我所有的付出 我对你的感情 你都看不到吗 你抛下家里的一切 让我独自承担 在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在 你想要的 我都在尽力满足 我也弥补我留下的漏洞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你却要离开我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但你一直给到我的反馈是什么呢 我所受到的苦难 你有了解吗 你有过问吗 我曾无数次想要依靠你 但每次都很失望 有请就对夫妻有请 张先生37岁来自河北戴业 童女是35岁来自河北客服 有请两位有请 先生 老师 今天是妻子要来对吧 对 妻子想让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跟丈夫这段关系应该何去何从 是吧 对 因为他是那个货车司机嘛 那段特殊时期 货车这个行业冲击比较大嘛 是的 然后他就在家待业状态 就是也是无所事事 就是整天训酒什么也不做 扫把倒了 他可能就是说不会给你捡 就给你迈过去 就这种状态在家 这个情况当时确实是有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时因为我吃那个福西丁嘛 有点副作用 你为什么吃那个药 因为当时在家待夜 我的车待房待 每个月都要还 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 有些抑郁感觉有点精神紧张 然后我自己去看了一下 然后医生给我说建议你吃福西丁 但是没有效果 只能借酒交仇吧 他就整天在家喝酒 我平时上班也比较忙嘛 就白天不在家 我说他在家休息 你平时在家打扫倒在卫生 洗自己的衣服 他自己衣服都不洗 他就等着我跟他洗 我婆婆不是帮我接送孩子嘛 我们离得比较近 他就我婆婆就过去 就看到他的衣服 整天在那放着 好几天就是我不跟他洗 我婆婆就唠叨说 那个你连自己老公也不管 你只管干净自己 也不知道当初 为什么要那个非要娶你 就是弄得我们这个婆媳关系 你婆媳关系也不好 对 他在家说闲着没事嘛 我就让他那个接孩子 那天我下班比较晚 我说你去接一下孩子嘛 省得让我婆婆去了 那天我就下班回来了 孩子在家他没在 我说你爸爸呢 他说不知道 我就跟他打电话 你在哪呢 他说正往回走呢 我说你接孩子了吗 他说我这不是刚回来吗 我孩子我写完作业 你连孩子都没有接着 他就一点都不尽心在家 做什么都不尽心 我怎么就不尽心的 我一般跑车 不怎么经常在家 我一般在家的话 我就负责送 我想培养他的自理能力 我不送到学校门口 我送到他们小朋友 陪队的地方 然后我在远处 静静地看着他 目送他进学校 我就回去 挺好的 没问题 他就什么也不管在家 像平时孩子这一些 课外费啊 兴趣办费 像我们家那个老二嘛 就是才上幼儿园 像这个托儿费什么 他都一切费用 他都不管 都是我自己 之前只负担我们老大的 我这工资勉强够用 现在我们老二也上幼儿园了 我的工资也不够呀 就跟他要 他说那个你找父母吧 找我公公婆婆要 当时是什么情况 我的家曾经 也就是喝酒吧 不出去 然后父母经常雷我们这一遍 然后看我比较消极 怕我服务正业 然后经过协商 就把工资卡给我监管起来 每个月给我生活费 当时正赶上他找我要钱 我当时是什么 钱是我的在父母那一遍 你要吧 直接找父母要可以了 你为什么非要找我要 让我自己找父母 父母给我 我得给你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当然问先生要的 你是我老公 我跟你父母要算哪一处 因为我的工资卡 交到父母 只是暂时保管 那你的工资卡 不是应该你自己管 或者交给 作为做妻子的管吗 我俩一直都是AA制 你们俩为什么一直AA制 他觉得我就是挣钱多 然后就是老大一个嘛那会儿 然后老二嘛也不上学 觉得我的开校也够了 我基本上没找他要过 然后我说他有房贷车贷 我也没跟他开过口 所以房贷车贷是先生负责 其他开校妻子负责 是吧 对 生活费呀 这是你们分工的是吧 对我的思想里吧 应该是男主位女主妹 你像车贷房贷 社保这一类的费用全是我出 然后他挣的那些工资 只负责家用就可以了 找公婆要去要了吗 没有啊 孩子的钱不够嘛 我就找我妈要 我妈她那边肯定也不开心啊 那会儿的话 她就是整天喝酒嘛 在家也是无所事事 孩子也照顾不到 什么也照顾不到 弄到我们孩子心里 也是有一个阴影一样 那次我记得开家长会 就是老师特意把我叫出来说 那个没事像你们这个单亲家庭 多关注关注孩子心里 孩子也是唠叨 所以说那次我让他接孩子 也是为给孩子一个惊喜嘛 多关注一下孩子 啥单亲家庭 老师怎么会说到单亲家庭 因为他经常不出现在这个学校的一些家长会 他都基本上没参加过 那你没反应吗 你说我们家不是单亲家庭 你怎么不说呢 说老师他也是觉得挺尴尬的嘛 当时之前一直孩子爸爸 就没有到过学校里边 然后他就也是为这些事 琐事就是整天吵架生气 然后他就外出喝酒 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家 就是挺快的 觉得挺反常的 什么打扫卫生呀 基本上我下班他就做好饭了 原来是有目的的 他跟我说那个 想要投资什么食品厂呀什么的 然后就是需要资金 让我跟他求点 我说我这公司都已经跟孩子交学费什么 我基本上都没有了 他说不行你找你父母就点吧 主持人 他说的只是片面的 只是他所看到的 他总以为我出去喝酒喝酒闲喝酒 其实我也需要社交 我朋友渠道 本地有个知名的食品企业 他的原材料有些断供 厂家呢先给我们打一部分资金 然后我们再去下游 散户那边收 收了之后了 我们再没给厂家 后来我也小试了一下 确实挣上钱来 赚上钱来 赚上钱之后就要出去跑资金嘛 所以就是成天和他们出去吃吃喝喝 但是实在是最后也没有跑够 我才说让他去父母那边给我愁一些 他那会说什么百分之百回报呀什么 我根本就不相信 然后就我公公婆婆也是说那个 你看现在这个货运也不好干 然后不行的话让他试试吧 没办法在我那个公婆劝说下 我就找我父母借了一笔钱 然后给他做了 大概跟我父母借了有十万吧 血本无归 当时我们把钱筹够 下游鸳菜料采集好的时候 再到厂家去交的时候才知道 他已经被厂家辞退了 把我们都给扛了 当时我不但拿了家里的 我还拿了卫别人这个 就一共欠了多少钱呗 这买卫一共折了多少啊 一共里里面我是五十万全搭进去了 不知道他还有外债呀 我以为就家里的公公婆婆的 还有我父母的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外债 他也没说 外债有多少 一共费这是二十万 他那边给我拿了十万 我自己和父母这边凑了 这是二十万 一共三十万 上个体育的都是小孩给我带的钱 行 明白了 当时我实在是无力偿还 他又总是让我还钱 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极端的想法吧 当时 那一天我记得 好像我当时全市上下赔的就剩三十五块钱的 然后我上早市买了点饭 把他和父母都叫到一起 我给下厨做了一顿午餐 当时全家的算其乐融融吧 以为我从阴影走出来来 一看我精神状态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当时只有我自己做的梦 吃完饭之后 收拾完晚会 他们都回家了 他们都走了之后 我自己开到阳台的窗户 我能立着半小时 思前想后 最后还是没有决定 没有勇气满出那一步 小到两个孩子了吧 对 这就对了 没跳车也得往前走啊 所以我就继续出车了 出车他不说话呀 消失了就整整半年联系不上 那就走了 我记得那天吃完饭以后 过了几天也是在家老生气嘛 后来就是我下班以后 我就看他的行李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问婆婆 我说那个 他是出车了吗 婆婆说对 然后我又就没往心里去 平时的话他那会开车也就是 最少也就是半月 最长到也就是一个多月 把他回来一次 他这一走我就联系不上 小半年人家才回来 就去干嘛去 因为当时在我们那边 货运行业不怎么好干 我听同行说 在那个西藏 内蒙新疆那边地广人西 那边货运还好干一些 所以我就和同伴一起去了 那边无人区那边 那这趟把钱挣到了吗 经过半年吧 也算挣到了 然后现在 把车卖掉之后 算持平吧 他挣的钱 他也没给我呀 他消失这半年 中途孩子生病 他都打电话都联系不上他 那会儿老二刚上幼儿园 我记得那天夜里 也是老大生病嘛 发高烧 也是特殊时期嘛 我就半夜里 就是叫出自车 因为我们在县城嘛 出自车也难打 我们就 我就抱着我们家老二 拉着老大 就边走 就边接车 老大多大 十二了 老二呢 四周 挺难的 几年前 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 打电话也打不通 你只是知道你辛苦 你只是知道你难 那你体会过我吗 去年过年的时候 在外面 他回来之后 还说 没有给家报平安 那边我们跑的 是让四百多公里 边向无人区 我们物资也比较匮乏 在那边当地 然后一般的话 都是省区间 又上了三百多公里的地方 有个县 有个骑 和咱们这 和我们的县一样 有个医院 我们一般都去那边 吃病号饭 当时 大年二十八来 大年二十八来 我们说 拉完这一趟 就休息来上医院里 休整一天 然后我的车 就会那边路上来 偏偏那天就会来 零下三二十度 吓得起我 我的手机也没有信号 用那个车子也电台 也呼叫不上同伴来当时 你那不是撒谎吗 我怎么撒谎呢 我跟你打电话打不通 为什么家里人能给你通电话呀 每次孩子生病 我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公公婆婆身体也不太好嘛 婆婆她之前就有 那个脑穴栓的迹象 我记得上班呢 我婆婆就跟我打电话 说身体不舒服 我就请假回来 带我婆婆去 那个医院检查 医生说 就有点脑穴栓 因为她有 血管堵塞那种现象 需要充开 然后我就办理住院手续 本来我正上班 我身上也没有钱呀 我就跟她打电话联系 想让她给我转点钱什么的 她也不接电话 实在没办法 我就找我父母借的钱 真我父母也是劝说 这日子怎么过呀 老二也上开学了 两个孩子 你能负担起吗 现在他不在家 你还得照顾父母 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就是 一个男人 自己逃避了所有的责任 把一个家 撂给了一个女人呗 这女人就扛不动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要跟她分开 对不对 对 今天来的目的呢 我就想着 就是她 不要再开这个汽车了 人家不都卖了吗 她现在不是还没卖吗 她总是贪得无厌 于于兄长 都想兼得 又不让我开汽车 陪陪她身边 然后每个月 又让我补替家用 我就想让你把车卖了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每个月 哪怕给我两千块钱呢 起码就是说 老人生病了 行 咱算账吧 您一个月收入多少 四千多一点吧 两个孩子不够用 是吧 对 您这房贷车贷多少钱 房贷两千 车贷八千 车贷是卡车的贷款 对 你要把这卖完之后 你就是两千块钱的贷款 对吧 对 还有三十万的 这个双方父母的债务 是这意思吧 还有我们的社保养老这一类的 那现在挣钱相对来得快的 也就是运输了对吧 对 那就离婚嘛 这没什么好说的 离婚嘛 该付抚养费的付抚养费嘛 赶紧开着车 给一家人挣钱去啊 你还在这儿跟他纠缠什么呀 这跟 你还在这儿跟他家人挣钱 你还在这儿跟他家人挣钱 一起进入我丘比特奔卷 此刻内心真的蛮沉重的 这位丈夫当时在窗台边的一瞬间 我相信一定是事实 婚姻如果只剩下逃避 那肯定也缠不了 我请问两位扪心自问 心中还有对方吗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 我们不要面对这样已经千疮百孔的情感 我们还认为我们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迟早一天 你们两个人谁都会力不从心的 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 两个人真正能够意识到 有没有爱有没有情有没有感 还是趁现在大家状况还好 一拍两次 否则接下来 我真的不敢预想不敢预测 按照你们的状态再走下去 会发生怎样的悲剧 谢谢包红兄 男生我想问问你的现在感受啊 这个加之于你是压力还是温暖 压力 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加之于你来说是压力的话 现在就分开 你现在需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平静的心态 好不好 努力去挣钱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在婚姻当中是有一个基础的 是说我们两个有独立能力的人 但如果说我们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的话 又是一个很糟糕的心态 至于你来说是不要这段婚姻了 好吗 我刚才说的这话你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这个加对他来说只有压力 同样我想问你 这个问题 这个加之于你来说意义何在 因为上游老下游小嘛 所以说我也不想让他开货车 因为货车他出去时间比较长嘛 一走就是半月二十天不回来 然后这个父母岁数大了 有点病啊什么的痛啊 你需要的是一个帮手 那我告诉你 他如果现在在外面去拉货车 再把钱给到你的话 这是对你的一个实质的帮助 而不是把车卖到上回来 你们只要谈好了 他每个月给家里多少钱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我要的也不多 每个月只需要他给我两千块 没说多少 是说形式上的目的的问题 分开 他给你两千 好不好 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就这样 就是给孩子抚养费嘛 人家妈要的不就是给孩子的钱吗 也不是人家妈妈要 对吧 就当是抚养费嘛 来 严老师 我一直在想 因为刚才听你们讲述的时候 我真的和主持人的感觉一样 就这个女士怎么会这么冷漠 丈夫说我要跳楼 我在无人区吃不上饭 我抑郁症 这个妻子是没有一点点表情的 完全的麻木 完全的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管他不他的 要不要晚会婚姻 现在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先怎么活着 先怎么把钱挣起来 你现在不够格去考虑婚姻的问题 因为你们两个根本没拿婚姻当婚姻 13年的婚姻 你俩当儿戏呢 别以为你们两个真的很好了 我就说一句话 50万投资谁的决定 你俩共同的决定 不是你俩共同吗 你为什么找你父母要钱 要10万块钱 因为你觉得队友可能会赚钱 你也盲目啊 你更盲目啊 你不光要你父母要了20万 你还在外面带了20万 你俩共同决定投的50万 你俩都想要快速报复 所以你俩有什么可说的 在台上互相攻击来攻击去 13年的夫妻了 盲目糊涂 这就是你俩婚姻最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不要再互相攻击了 先当这个婚姻暂时解体 虽然没有领离婚证 你出去赚钱 别想其他的 你在家里把孩子照顾好 把老人陪伴好 然后在你的工作做好 不要互相指责 你们两个现在 互相指责都不够多 你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的踏实 先把自己活好 给孩子做好榜样 别让现在 你们两个互相攻击来 孩子连点爱都没了 谢谢周老师来面对面啊 我一直坚决地认为说 现在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离开 真的 他就按你们离婚了 孩子由你来抚养 他出两个孩子的抚养费 对吧 房子该怎么着 你还房贷 还什么还 真有感情在复婚吗 哪怕你们可以 试离婚都可以吗 用离婚的方式 让自己清醒清醒 不要拿我是个病人 做借口 做挡箭牌吗 都挺冷漠的 您看不到爱了这段婚姻 你把车卖了你还能干什么呀 还在那跟严老师抬杠 这是替女生 你爱干嘛干嘛 你爱干嘛干嘛 你的孩子没饭吃 你的老婆没饭吃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你爱你的两个孩子吗 爱 你爱你的父母吗 爱 为他们努力呀 我还是想要一个 你能做到这一点 没有完整的家 你有什么完整的家 你半年不跟你妻子联系 要什么完整的家 理清楚逻辑了吗 爱情是一个人的奢侈品 活不下来的时候 没有爱情 要什么婚姻 你的孩子 有他的亲妈带着 你的父母 他们自己可以生活 麻烦你好好地供养他们 还没听明白吗 他给你提的 是不是死路一条 你告诉我 不是 活路是吗 那就别哼哼唧唧 按他说的做 可以吗 但是他提的要求 对我来说 完成不了对不对 对 完成不了 那就放人家走啊 能力不够啊 人家要走正常啊 一起进入 我真情六十秒 一起进入 我真情六十秒 媳妇 以前可能确实 我对你太冷漠了 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没有做好一个丈夫 父亲应有的责任 这次我回来了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往后一切都听你的 不再擅作主张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地珍惜你 可以吗 我要的很现实 就要那些 你不开车 然后在家就是每个月 给我两千块钱就行 因为父母都老了 万一有个长短 我怎么办呀 我以后脚踏实地 不再好高骛远 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 我希望你能再原谅我一次 我会好好证明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02-2360636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预测一下吧 男出女不出 双出 我其实挺希望 就双不出的 给彼此一个 真的是先活下去的 这样一个空间 不是 你听她 听老婆的话 你回来了 还是不行吗 更难受吗 就纠缠在一起 悬也挣不上 什么都挣不上 你现在 人家的生活 人家自己做主吧 我觉得我们能尽到 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够了 来 我们看看 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们看看 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嗯 挺好的 现在最紧急的是 老二要补出 妻子有很大的生活压力 你先解决他们生活压力 你母亲的身体不好你了解 你有那么多要处理的事情 你怎么现在可以陷入在所谓的儿女情场呢 所以你现在要自己不坚强 没人能帮得了你 你要坚强 你能理解吗 加油好不好 谢谢您 请回 谢谢老师 加油啊 来 请回 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了精彩的人生分享 本节目由葵花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认准葵花未康瓶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